比如说我们在户外 我们碰到的感染源污染源 我们口罩阻挡掉了 但是我们回到家里怎么办呢 回到家里其实你还是要注意 像有些病毒 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流行的新冠病毒 甚至之前的比如说像流感病毒 其他的像诺罗病毒 引起我们呼吸到肠胃道 甚至其他感染的病毒 我们都希望说能够把它阻绝掉 那事实上感染途径里面 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就是空气传染 空气传染这种传染病呢 基本上比较难防治 所以你在家里面 如果你有不干净的空气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处理 从外面带来的感染源 那这样子的话 你家里就会形成居家的群聚感染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大家要注意 如果说你从外面回到家里 你的家里的空气就必须是干净的 回到家里 你身上所带进来的这些 微生物感染源甚至病毒 如果经由干净的空气 可以把它处理掉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残留下来 或是传播给家里面的人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大家注意空气的清净 是一个很重要防治感染的一个途径 所以事实上我们希望 大家在选择空净机的时候 最好是选择有品牌 而且新规格的空净机 我们如果把空气处理干净了 我们就不用担心空气传染 都可以经由空气清净机的好处 来把它处理得很干净 就不用担心说空气污染 或是空气传染 所带来的这些病毒细菌 对我们健康的危害